這是那個平衣機人行,對這邊也是平衣機人,平衣機人行的話,就是會到這邊,那也會進電廠 進電廠的時候呢,你也要走到終點,我看那邊有個小樹林 很漂亮啊 你說載誰,過來這裡 你說老先生,老太太,那些 安全就好了 安全啦,安全啦 我中午時沒有去到,是不是很可惜 那邊那個吊橋,就是什麼摩爾谷谷那個吊橋 然後就到電廠,電廠上面看到那個 吊橋,過去就進電廠 電廠就會一路爬一個上坡,就上到那個山頂,然後就看過來 過山頂之後,才會再下去,到那邊才是摩爾瀑布 摩爾瀑布在這一片裡面 裡面,不是背面那邊 還沒有到背面,就這邊的裡面 摩爾瀑布在這一邊的裡面 這個水會不會被引到那個 剛才你說引到橋那裡去 我剛剛說的 這邊的水不會引到橋 不會引到橋 但是這邊的水會有另外一個引水隧道 直接進日月潭 引水隧道進日月潭 對,這邊有另外一個 就是日本 這一段就是日本時代蓋好的 水庫加引水隧道 剛才你有講的,就兩個引水隧道嘛 對,有兩袋引水隧道 這個是直接引到日月潭 剛才那一個呢 就是經過那個水道橋,一樣直接引到日月潭 兩個會在中間合成一個 有一個大的人工的,那個是比較後面蓋的 這個是以前可能是看不到的引到 那邊還有人在玩呢 兩個都很大 因為我實際上去你一看 兩個都是你摸不到底的 都是很大的水道 都是很大的引水隧道 哦,啊引水隧道的人 可以進去維修就對了 理論上可以 但是如果水太多的話 那個水會把你沖走的 他們水量會控制嗎 水量是一直都是有控制的 你水到過去到日月潭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 如果說有人在網路上去查 看到就知道